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這個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週年文藝晚會 盛大舉行 當中的眾生相絕對值得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林鄭的老公林兆波 他竟然在人群之中墨暫西眠 拒絕拍手和唱歌 當時文藝晚會到了尾聲 大家一起合唱歌唱祖國 這些革命老歌曲 林生竟然站在這裏 雙手垂下 當時他站在第一排 左邊是他老婆林鄭 右邊是張曉明主任 站在林鄭旁邊的是外交部長王毅 當大家一起在這裏拍手掌 英雄的人民 站起來了 他繼續一錄目 電視鏡頭 拍攝他們維持了五六秒 一路拍 我們團結有愛 堅強入降 他繼續沒有反應 嚇了口臉 這是給網民爺語的 到底是不是 外比暴力強 以暴力割蓄的表現呢 甚至乎有些人 還專稱林紹波博士 做手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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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在畫面上都看到 每一個人都很努力地 踴躍地表現出他那種愛國情懷 由於那個是大俠唱的關係 可能是播帶 大家都是在嘴巴 所以 他們拍掌的跨度就要夠廣 唱歌的嘴型的幅度就要夠大 才顯示得出他真正是愛國的 而且就要唱這首歌唱祖國 所以林紹波博士那種反差之巨大 都真的不得不佩服 除了林博士以外 昨晚還有另一個亮點 就是楊千華女士華嬸 被網民專稱為 華嬸昨天看到習近平國家主席的時候 他就苦身來跟他親切握手 真的笑得好像大少姑婆 不知道他笑什麼 香港的情況是否值得他這樣大笑呢 而且他當時其實就是代表香港 去這個文藝晚會當中獻唱 大家可以看10年前 澳門10周年回歸的時候 那個陣容就真的相當之鼎盛 當時有些什麼人 譚禎、張學友、 肺玉清和何超儀 合唱明天會更好 結合了中港台澳四地的歌手 現在就變成楊千華最出名了 其他的名字大家都不認識 因為那些人都不認識 所以楊千華勇者無懼 夠膽去出席這些晚會 而且他就被人拿出來笑 但也不見有網民再提罷 看TVB劇集 因為他現在在做那套 多功能老婆 在TVB 都沒有人提 證明了一件事 是市民的躍進 市民的進步 因為沒有人再看TVB劇集 他的收視只有十多點 看那些人不再活躍於網絡社交平台和討論區的人 可能那些垂垂老耳 不懂看Youtube 不懂看手機那些 很老的長者才會看他的節目 或者只有藍絲看的節目 所以 沒有人再發動這個所謂霸體 當然 被人拿出來笑 也在所難免 第三個兩點 就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他昨天跟其他香港官員 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的時候 獲得習近平主席的接見 當時 習近平跟他握手 特別慰問他的傷勢 習近平就問他 手怎麼樣 好了嗎 鄭若驊就答 好點啦 感謝主席的關心 就像香港一樣 一定會好起來的 習近平就報以微笑 整件事都有點詭異 到底鄭若驊你想怎樣 就已經被人運送回北京 看到習近平主席的時候 又好像賣了口乖 那就不要緊 對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以及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你現在是無所畏懼的 因為你害怕也不能害怕 遲些最多不去倫敦和紐約 但還有一個大灣區在等你 珠海 中山 佛山 江門 邵慶 惠州 深圳 東莞 還有廣州 澳門 你看多大的大灣區 鄭司長任君選擇 到時還可以同飲珠江水 共建大灣區 你的退休生活非常快活 你的退休生活 千萬不要害怕 人權法 當他無道 你逃不出個五指山 還有第四的亮點 關於習近平主席 今天出席澳門大陸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的時候 他發表了重要的講話 發表完30分鐘的講話以後 當大會宣佈典禮結束 他走下台了 先跟澳門行政長官賀一成握手 竟然看到林鄭的身影 馬上主動回頭 跟林鄭熱情親切地握手 他老公林兆波就在旁邊看 看完也輪到他 他也有份握手 這次他就不敢墨站了 到底是否代表了一件事 是粉碎了換碎的傳聞 即是說 明年三月你想林鄭下腿 恐怕遙遙無期 想也不用想了 因為習近平似乎力挺他 其實這也很符合北京的研判 一向他們都不會震前換帥 而且當你的示威活動 鬧得沸沸揚揚揚的時候 他更加會站得硬 你硬他還硬 一向都是這樣 我們說回習近平的重要講話 到底他是不是有什麼暗示給香港人呢 其實我覺得是 我們逐點來說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曾經在這個廣告當中 不把澳門說成是香港 當他說到 認同一國兩制是香港 保持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的時候 他就說錯了 本來應該是澳門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經常深係香港的情況 第二個重點 就是他特別提到 管治權和自治權的問題 他說澳門以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為基礎 憲制秩序 已經是勞固確立了 自理體是日益完善 堅決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正確行使高度自治權 他有什麼範疇呢 就是順利完成基本法第23條 和國國法等的本地立法 成立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 憲制責任 有效得獨落實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嚴格依法理行職責 正確處理商戶關係 自覺維護行政長官權威 確保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 順暢運行 這個很明顯不是說給澳門人聽 是說給香港人聽 行政立法司法要商戶關係是 要互相合作 三權合作 他們說過很多次 這個論調 而且要維護行政長官 就是維護林鄭的權威 要如何確保行政主導 順暢運行 很明顯 司法和立法都應該 要付拔行政主導 說得很清晰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司法有險可守 司法是為行政服務 已經說得很明顯 不信自己再看看文本 立法也是要為行政服務 就要就國歌法 或者23條 本地立法 已經很清晰 這些很明顯是暗示 第三件事 他就說到要注重協商 他說澳門政府和市民保持溝通 澳門社會各界 理性表達各種訴求 形成了良好的協調機制 他說要保持澳門社會 港團結眾協商的傳統 有事多商量 做事多協調 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共同維護社會長和 就是要講協商 對話也不用 協商就行 第四件事 他就讚揚澳門的愛國主義教育 這方面就說得清晰和明白一點 比香港的建制派 不倫不類 要教中市 教什麼中市 你不該證明 就叫愛國主義教育 不該葉劉 梁美芬學習 蔣麗雲 都說要教中市 錯了 你要教的是愛國主義教育 不是教中市 教中市只會 報通識科的後塵 搞到那些中學生 全部讀中國那些爛臭化的歷史 原來發現中國有那麼多醜惡的歷史 你到時臭屎麥錦都來不及 你要教什麼 教愛國主義教育 猛兵 還說做建制派 所以這些人 老實說 質素真的很垃圾 你還說自己是 愛國 你怎麼愛國 愛國你就要講這件事 你講清講錯就是教愛國主義教育 這樣就明白很多 你不把那些學生洗腦 怎麼愛國 習近平的重要講話是怎麼說呢 當家作主的澳門同胞 完全能夠擔負起時代的重任 將特別行政區管理好 建設好 發展好 同時澳門各類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 有聲有色 國家意識 和愛國精神 在青少年的深田 深深扎根 學習吧 建制派 真是 bullshit 每個月鬥十皮 在添煩添亂 不知所謂 最後一件事要強調 港澳事務 是中國內政 不容外部勢力 指手劃腳 他提到 中國政府和人民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意志 堅如盤石 絕對不容許任何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和澳門事務 其實沒什麼人干預澳門事務 主要是想說干預香港的事務 習近平的重要說話 我就歸納了這五個重點 這一節就差不多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宣傳 就是我們逢星期六晚的10點 其實都是有直播節目 我們會閒談一下 這個局勢 還有有時候會 輕鬆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時收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